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要捐贈500萬劑的BNT疫苗給臺灣 結果因為原廠授權書卡關 讓郭董16號深夜也再度發三點聲明 強調目前計畫都在進行當中 他也很感謝指揮官陳時中親自致電 承諾一定會協助 但是陳時中也表明原廠還是希望跟國家來接洽 這會是郭董碰上最大的困難 面對立委追問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購買疫苗很困難 但郭董的BNT採購計畫並沒有喊咖 他16號深夜在臉書發生 說疫苗進口目前按計畫進行中 很感謝指揮署長周志浩 等五年假期間還來開會討論 陳時中部長更親自打電話給郭董 承諾會全力協助 讓這次的疫苗輸入成為民間協助購買疫苗的典範 永齡基金會向衛福部申請疫苗專案輸入 全案正在按照計畫進行中 知道國人對於疫苗輸入的殷切期盼 必將全力以赴 指揮中心雖大力相挺 但陳時中態度一致 認為郭台銘要進口疫苗的難度 關鍵還是在這裡 這都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在國際上的現貨 或相關的預定的 時程都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第二個 大部分的這些大疫苗廠 基本上還是跟國家往來 陳時中點出問題 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有感而發 留言回覆郭董聲明 說就像看見隧道那一端的光 但行進間忽隱忽現要如何面對呢 郭董親自回應 是不是出口要走下去才知道 短短兩句話充分展現郭董 志在必得的決心 記者林生傑黃偉才 台北報導 黃偉 你 坐 徝徒